老杨可以说 7月10号上午11点 我们会有 为期一个小时的 为时一个小时的 这个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准时参与 谈到了短视频 一定会谈到抖音 抖音现在在中国 那可不得了 抖音之都 听说是西安 有人说是重庆 反正那些网红之城 很多都跟抖音有关 西安抖音的发展 还有国内很多城市 像有他们告诉我们 就看亲眼看到 在沈阳 整整有一座大楼 就专门给那些 玩抖音的那些孩子们 来做表演的一个剧场 或者一个表演的空间 和这样 这个事情强起来 为什么东山省的抖音 会那么发达 跟这个有关 在海外跟抖音 相似的有一个APP 叫TipTok 那TipTok原来是一个 主打音乐元素的 15秒短视频的软件 那么2014年 正式进军美国 美国那时候 最火的是Twitter Twitter在2012年收购的 另外一个Win 它是6秒拍摄和记录生活 但是由于公众的兴趣度 迅速从短视频转到长视频 所以这个Twitter就关闭了 这一个短视频 6秒钟的短视频 但这一点就给了 这个主打音乐元素的 15秒的短视频 这个软件 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 就是对嘴型 肢体表演 因为这玩法门槛很低 心灵容易在社交圈 产生互动的影响 所以这个东西在美国 一度时间下载有7000万左右 美国在多少人 那么好了 这一个软件 后来就被字节跳动 也就是今日头条的张一鸣 他们给买下来了 买下来也没成想 非常的火 在海外又在美国市场 超过了微信 超过了其他一些同样的软件 因此在美国国防部 曾经下令禁止 军队来玩这个TITO 因为很多服役的青年士兵 乐中于此 甚至有人担心 他会泄露国防机密 而这一次不久之前 美国的弗洛伊德的事件 听说这个TITO 还扮演着迅速的 组织动员 迅速传递的功能 所以这一点来讲 这是个充满政治争议 但是风靡全球 联群使用者市场的 中国的短片社交 TITO 这个APP 7号突然对外证实 由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他决定 也就是这几天要退出香港 在香港下架 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业务的决定 但实际上它是有政治背景 因为2018年 这8月 由字节跳动张一鸣他们 买来以后就改头翻面 以这个TITO重新登陆美国市场 我认为呢 这是张一鸣啊 进军海外市场一个大手笔 是有意摘花花不活 无意着流柳成荫呢 在国内呢 按理说呢 这个今日头条或者字节跳动 是属于第二方阵 甚至第三方阵 起步比较晚 但没成想呢 后来居上 而且呢 声势夺人 甚至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真的 就逼近了 他的整个这个算法 逼近了 给腾讯的 很多的这么一个平台呢 造成了威胁 这马化等一向是比较低调的 收敛的 但也忍不住 有几次在公开呢 场合呢 跟那个今日头条的张一鸣呢 来进行较劲 这个事情呢 就不说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甚嚣尘上 就说在美国 也是横扫了美国大街首相 然后呢 一切就是超乎想象 只用了不到一年零四个月 在美国有将近七千万 到接近一个亿的这么一个市场 好了 关于TikTok 公开的宣示 他要退出香港市场后的下架 那么业内人士有很多的分析 原来呢 这样一个那么火的一个 短视频的平台呢 是准备在海外APO的 但是呢 受到了疫情 紧接呢 印度 中印关系的这个问题呢 又印度封杀 美国国务院要考进 要跟进的封锁 多重影响 它在海外印领呢 就面临了一个信任危机 特别严重的信任危机 忽然港版国安法宣布了以后 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呢 有明确的规定呢 像脸书啊 像推特啊 这东西啊 要怎么样呢 跟香港政府它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没有交使用者的资讯 可能呢 香港政府就会依照国安法呢 给你起诉 而这个时候反而刺激了 这所谓的新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 的国安法困境 而这个时候呢 它母公司 有Tiktok的字节跳动 它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呢 它有两个委婉的说法 第一 Tiktok下架 但是抖音要进入 这就说明呢 也就是Tiktok离开了 但是抖音平行地进入了香港市场 香港市场不大 它也就是不到800万人口 但是呢 很微妙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业务决定 微妙而敏感 甚至有点震撼 也就是这样一个政治震撼 已经从网络事件 开始在进入了 现实的香港政局 甚至是国际的政局 首先呢 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双生APP Tiktok和抖音的功能和设计 基本相同 但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维稳 言论自由的限制 所以呢 中国专用的抖音 大部分已经被视为 内容审查版的Tiktok 反正你不符合我要求 我就不给你上 内容呢 彼此之间是不相通的 两个系统 各自的流行生态 各自的使用者世界 其实也是平行也不接触 但是字节跳动呢 积极的以这个Tiktok为主打 攻在欧洲 攻在美国 攻在印度 一些社群 一些市场 那么这个问题是呢 它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实力的进逼 脸书 推特等龙头平台的趋势 这一点来讲 说老实话 还是很有后劲 但是对他的质疑 尤其是资讯安全的质疑 也就越来越多 那么他会不会 也被怀疑说 他把他使用者的资讯和内容 全部交给国内的网管部门 去监控 去梳理呢 而且能不能呢 有效地为 用户服务 还是有效地为中国政府的 国家安全服务呢 这个事情看来呢 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质疑 其实也是对 字节跳动海外市场的 一个不信任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无论是美国的总部 还是印度的总部 TITO的运营者 都不断地澄清 TITO没有 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服务 并强调海外版呢 是海外在地的本地企业 跟中国没关系 它是跟美国 跟印度的投资者 是为美国和印度的投资 和工作提供机会 是推广网络民主 和言论自由的 但是由中国大陆 衍生了这么一个平台 来说网络民主 和言论自由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因为被人民所接受的程度 是会被打折扣的 好了 尤其又是在国安法 立法 在香港反落地执行的时候 他又出现这个矛盾 尤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7月6号 公布了实施事实责之后 就确定警方有权要求 网络用户就可能是警方 认为的合理怀疑 来封杀特定的内容 或提供必要的用户的资料 这一点脸书和推特 是不接受的 但是呢 讲政治的张一鸣 讲政治的字节跳动 是一定要接受的 不接受他那大陆市场 都不一定能够存佛 字节跳动是大陆的互联网企业 发散视同迅猛 当然对于互联网的第一方阵 我刚才说过了 腾讯 百度 新浪 那构成了显而易见的竞争威胁 虽然北京的总部都相隔不远 所以呢 后起之秀的威胁不是说说而已 在此之前 腾讯的15秒的这个短视频 其实发展得很早 但可惜的是 后来被腾讯的整体作为 战略放弃 重点经营微信 所以呢 字节跳动呢 在这个时候的趁势而起的抖音呢 也是有它的空间的 但是字节跳动和林张一鸣 他不能不讲政治 不能不讲政治 他不能不配合政治大局 尤其是港版国家法的执法 如果你配合了执法 香港市场就变成了 tip to的国际版的一个中国破口 那么它的国际和海外市场的信任度 就会急剧的下降 就会受到后面的冲击 它能不能上市 其实都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现在750万人口的香港 tip to现在的用户其实只有15万人 可能都没有微信的使用者那么多 它的市场占有力和社群影响力来说 离主流的脸书 以及电报群 以及推特还很远 但是没办法 它必须在一个政治国度里面 要讲政治讲大局 它一定要暂停和下架 在香港的tip to 当然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中国版的抖音 平行的移入香港市场 但是这个问题呢 究竟会有多少香港人 热意的接受 这一个可能已经是有点透明的 抖音这样的软件 尤其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个周一已经 美国正在考虑可能进展包括呢 tip to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的软件 其实在此之前 微信也已经受到了 美国有关安全部门的监控 除了孟晚舟之后 其实呢 现在中国很多的 美国上市的一些 大的互联网企业的老总 现在都不可能 像过去那样自由进出 美国 不论它是公务还是私务 这里面就担心 有第二个孟晚舟事件的出现 因为在中美关系 如此骄恶自由落体之下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简单的一句话 抖音的平行一路 tip to的下架 一眼里必知 就是为政治服务 也许对张一鸣来讲 是不得已的 但是他必须不得已 也要得已 在香港其实 微信的用户比tip to多 那么微信呢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因应 或者微信早就 更讲政治的做好各种准备 所以 有一句话还不能不说 香港的第二次回归 比起 91997年来说 其实多了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互联网 多了一个抖音 也多了一个微信 更多了 更多的 无孔不露 我们可以想象的监控系统 大家好之为之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不愿意 词 但 相当 不愿意 没有 没有 什么 就是 为什么 对 不愿意 说 有 别